古时候老百姓流行求千问神 一遇到生活中的难题 总指望神明能给自己指导方向 可这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神灵 所谓的求千问神 这种事情大多是求一个心理安慰 真正能改变一个人的不是神 而是人本身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 发展到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 板上钉钉的铁案 在这种时候 杨乃武的姐姐 一个柔弱的女子 为了这桩案子 做了她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为弟弟求上一千 城隍庙外 杨乃武的姐姐 拿着手里的签文激动不已 那么签文上究竟写了什么呢 若问归妻在何日 待看孤山梅战时 看到这个签文 她眼睛一亮 莫非是等到孤山梅花开放的季节 弟弟杨乃武就能平安回家了吗 抱着最后一次期望 杨乃武的姐姐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要上京 告语了 杨乃武的夫人和姐姐身碑黄堡 比舅家里杨昌军的手里 这趟狱状算是白告 杨乃武的可怜遭遇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其中就包括 正在老家给亲人守孝的兵不佑侍郎夏图山 我堂弟是杨乃武的朋友 深知他的威力 绝不相信杨乃武能干出这种事情 大伤人胡雪岩 甚至还资助杨家人路费 让他们去告狱状 可见大家对这个案子都有怀疑 我便给杨家人出了一个主意 我听说杨家人又去京城告狱状 还拜见了浙江在京城的三十多尾官 还向刑部督察院部军统领府递了诉状 我这心里一紧哪 好 这是大事 同志十三年七月 夏同善与同僚一起为此分拨 终于让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 第一次在慈禧台湖面前亮相 慈禧堪领演奏者 就下了一尺 沈云霸 从来不敢翻过 是因为知道翻过不用 把真相说出来 反倒让他们消灭正确 像这样 我要把我所有知道的 全都说出来 秦任主审官很快理清了案子的思路 但他不想得罪人 迟迟没有将实情上报 就在这时同志皇帝驾崩了 朝廷乱成的一锅中 名鼓杨乃武 受益主审官员将这件事 以托到底 天下文章属浙江 浙江文章属渔航 杨乃武 作为一个渔航的举人 若是因为一桩道德败坏的 崩化案被冤判 这就是在打我们所有浙江学子的脸 杨昌俊 仗着自己的官大 就能够随便欺负我们浙江的举人 我们可没那么好欺负 一封封弹劾信 使自己在这桩普通的风华案里 发现一个绝妙的机会 他到底会怎么做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命运 究竟如何